你小心喔 好 來 交通車抵達台中慈濟醫院 隨車志工王碧月 先幫老先生拿行李 再攢扶他下車 孩子在哪 第幾樓你知道嗎 我幫你啦 我幫你啦 高齡91歲的黃老先生 來探望住院的兒子 但除了姓名 他沒有任何資料 他不知道他是住在哪一床 可以幫我們查一下嗎 服務台迅速查到住院資料 王碧月陪著黃老先生 一路跟他聊天 帶他到兒子的病房 這間嗎 這間來 擔任卓蘭新設縣交通車 隨車志工將近四年 王碧月見苦知福 更懂得惜福造福 看到一些病痛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要好好的珍惜 我就很想說 能夠為來出來 一旦給我們做什麼事情 每一位乘客 王碧月都當成自己的親人 來關心 要到哪一刻 怎麼走 幾點上車 關懷無微不至 好 好 好 真方便 真好 又有別人吃進去 還跟我吹去 吹到尾 只要進去 學步進去 在他身上就是看到了 商人常講的用心就是專業 長得還算不錯 早期家裡工作忙 公婆不贊成她當志工 直到公公也到慈濟醫院看病 才瞭解媳婦做的很有意義 像我一路這樣子陪伴她來看醫生 她都會坐醫療車這樣過來 她一路上都知道說 我們是在做什麼 王碧月跟先生同心努力 在家中經營孤蕾生意 休息時一起收看大愛台 是兩人共同的興趣 那個大愛劇場我報很多人看 從劇中會得到一些的啟示 就收穫滿滿的 先生很支持王碧月 在慈濟路上付出 也是她最大的後盾 我早期都吃渣渣 現在就吃十五 我也對一樣都吃菜 對啦 用心兼顧家業與置業 王碧月忙得很歡喜 能夠多付出一點 生命就更加充實一些 大愛新聞張顧丹蔡玉凱 台中報導 大陸地區也有這麼多